东北落后 这个问题可能不止一个人这么想 来咱先上几张老照片 咱们想一下 童年其他地区是个什么样 这个是1920年东北人 在开着美国卡特比勒大马力拖拉机 在黑土地上耕种的画面 省会的照片咱就不用上了 省得说咱欺负人 这是铁岭和福顺1929年的照片 再给大家讲个真事 说08年贵州三个兄弟 这不知道在哪听说的 说这东北穷还落后 大捆多监控少 所以决定组团来东美实施盗窃犯罪 是巨子 不知道在哪团了四千公元 不远千里的打着飞迪就来到了沈阳 结果呢 这哥拉萨就只干了三次 就被强大的天网监控系统锁定 一举被叔叔们就给拿下了 其实啊 有这种认知的人 他可能连什么是GDP啊 他都没搞明白 这GDP啊 全称叫国内生产总值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驻单位 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它呢 是一个市场价值的概念 一般呢 仅止市场活动导致的价值 这GDP啊 它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流通财富 它只是用标准的货币平均值 来表示财富的多于少 但是生产出来的东西 能不能完全的转化成流通的财富 这是一个不一定的 这个说实话挺好理解 就像我们大庆的油 安山的钢 福顺的煤 伊春的木材 你生产你是都生产出来了 但是不一定它能转化成财富 对不对 不过说到这儿 可能就会有一些大聪明就说了 啊那你们这都生产出来了 这都是商品了 怎么就转化不成财富呢 你转化吧 你要是能转化出现 那你这小日子可就有盘头 这年轻人 卧槽 还有啊 GDP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那就是固定投资 咱们这儿现在的固定投资 说实话 那是少的可怜啊 18年就这哥仨 拿到的固头总数 还不如贵州的三分之一 再一个 这啥叫固定投资 借钱呗 借来的钱搞建设 施工生产产生的GDP 全部寄入前年的GDP总量 靠炒房 靠低端代工流水线 靠固投负债 靠重复建设而积攒的GDP 在东美啊那是很少见的 可以说啊 东北的GDP啊 应该是最实在的 再一个 这GDP本来就是美帝的文字游戏而已 你就像那个英属的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 国际避税天堂啊 那GDP总量和人均GDP那高的 吓人呐 然而当地并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值得一提的产业 那么这里的GDP呢 无非就是一些漂亮的表格罢了 你能说它是全球最发达城市吗 是不是 其实像这样的 GDP高生活就好 GDP低了 那就是落后的这种谣言呢 说实话一戳就破 打个比方 说浙江的GDP相当于沙特了 河南的GDP它能和瑞士比肩了 你能说这浙江就和沙特一样富 还是说我们的河南同胞已经过上了瑞士人的幸福生活 这都是一家人 共同发展 共同进步 别老整出这个瞧不起这个 瞧不起那个那种便宜呀 说东北落后 你查查全国堵车最厉害的都是哪 你再想一想 是哪块的老人一到冬天就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的 对不对 这没钱 能干这事 再一个现在用的都是智能手机了 没事上网的时候也都学习一下 别老一看着那个大长腿就走不动了 然后呢 就是谁说啥就跟风瞎说 你殊不知啊 这带头的可能真没几个好饼 我还没准备了 我还没准备了 我还没准备了